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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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色花的花语是孝顺 你亲自把它培育开花 送给妈妈会是一份很珍贵的礼物呢 好 我这就种 祝你成功 好棒啊 你是谁 在我们山里种什么奇怪的东西呢 我这是三色花 什么三色花 谁让你随便在我们这里种东西的 这是 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 送给妈妈的 那好吧 让你种 我也在给我妈妈招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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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身体不舒服 我给她摘些果子回去 你敢笑我 你等着 我要给我妈妈 我要给我妈妈招这山里最好的水果 不比你那花强 小松哥不是说有红黄绿三种颜色的吗 怎么 真是的 还笑我呢 不就三种颜色吗 那还不简单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这山谷里好多珍贵果子都是能染色的 你采来三种颜色的水果 不就可以染你那朵花了吗 哼 你这珍贵果子在哪呢 你带我去好不好 我还要给我妈妈摘果子呢 你别麻烦我 我们都要找果子 你带上我 我还可以帮你摘呢 好吧 那你可得听我的 不然我就不带你了 等等 那是我的 什么你的我的 这是山林的 我是看树上掉下来我才捡的 这红黎树一年就结这么点果子 很珍贵的 你不要 你这样不好吧 别管他 听我的 你不想染你的花了吗 好多藤蔓 这边 你咋在庄下了 找了这么久 这青瓜是绿的了 你快来帮我 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妈妈 有什么不好的 你不想孝顺妈妈了 我想给她送礼物了 当然要送啊 那就对了 听我的 没错 黄色的 大南瓜 这是个盖 不知道干什么的 别耽误时间了 你要去染花 我也要回家了 太好了 总算凑齐了 你的 我的 你的 我的 哇 我妈妈肯定很高兴 你快去染花吧 我得回家了 三色花呀 三色花 一会儿 这就变成真的三色花了 孩子 把这些都送回去 妈妈不要 妈妈 我费了好大劲 你为什么不要呢 妈妈妈不要我采的果子 为什么呢 我的三色花枯萎了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她们白忙了一场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花孩子 你是三色花的花孩子吗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的三色花为什么枯萎了 笑笑 没有真正理解笑的含义 是得不到象征孝顺的三色花的 捕作这些都是为了妈妈呀 我很孝顺呀 那个南瓜是小兔的家 你们毁了它的屋顶 那棵红利树是山林里很珍贵的树 红利果能治百病 大家都很爱护它稀少的果实 你们却不珍惜 甚至抢了小白兔用来给好朋友小黑兔治病的果子 还有青瓜弟 那么多庄稼都被你们给踩坏了 我还不是为了给妈妈 你们只想到是为了妈妈去弱这些 却忽略了对他人的关爱和帮助 甚至以伤害别人为代价 这是很伤妈妈的心的 其实是不笑的表现 难怪妈妈那么生气 你们都知道要孝顺妈妈 所以你们更应该知道 做一个有德行利益他人的人 是养父母之心智的实践 这才是最圆满的行效啊 谢谢 走 对不起 好 好了 我觉得舒服多了 谢谢你们 不要谢我们 是我们对不起你们 对不起 笑笑 都是我的搜主意 害得你没有礼物送给妈妈了 没关系 又没有三色花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什么东西 对妈妈来讲是最珍贵的 嗯 你们两个呀 都是孝顺的好孩子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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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 要养父母之身 也要养父母之心 更要养父母之志 这些都是孝顺父母应该做到的 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 我们也要一天比一天懂事 一天比一天知道 怎么样是更圆满的形象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小朋友们 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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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五字堡 五字轻 生日仙和训绩